字幕提供 它的好處在哪裡呢 各位來看一下 這有兩個框框 這一個是WASH 就是清洗 那這一個呢就是 DRY什麼 就是把它瀝乾的 那這個怎麼操作呢 就是說你的平板托把 只要靠近在這個位置 的時候 然後就直接 直直的擦去 那好它裡面就有水了 那你有水的時候它這邊就會 幫你先做第一次的清洗 然後呢它還是 有沒有看到它還在滴水那怎麼辦呢 來這邊 它就幫你把水 掛掉了你看沒有在滴水了 有沒有看到沒有在滴水 那這時候你在拖地的時候呢 它的水 其實就不會沾到太多 就不會沾到太多 那像這一種不會沾到太多的好處 就是比方說你家是木質地板 最討厭就是水 久了你會有那個水 水氣過多的問題就會浮沽 這樣子 那它這一種的話 就是因為它這個有瀝乾的效果 所以很好 然後 塞子 我剛剛忘了塞 塞緊一點 它這有兩個塞子 就是讓你排水用的 也就是說你這邊這個沾水 你用完了你可以從這邊出來 那你這個瀝乾的水可以從這邊出來 直接拔開就可以 倒了 反正就是很方便 那這一款呢 即將就是會在我們的那個架上會上架這樣子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那以前會有一個缺點像這個 你會說騎不住 怎麼會騎有沒有 騎不住 騎不住 所以但是這個就不會 你以後是直接 擦完 立完乾之後就擦著 擦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它其實裡面是很通風的 所以它這樣就會主動的幫你把它那個布給立乾 那原廠呢 就有布 三片的布 三片的布 那這布呢也是一樣 就是跟以前一樣的那樣的材質 所以還不錯 那各位就拭目以待了 即將上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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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